7月1日是香港回归纪念日 23年前的这一天 被英国殖民者占据100多年的香港 正式回到祖国怀抱 时任香港首席边境林洛关的曾采安 接到了他人身中最重要的任务 7月1日临时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入港 我97年3月份就被调到这个岗位 就开始立马负责回归 支持边境一线的所有事宜的准备工作 从年轻警官开始 我在边界工作有很多次 所以对边界情况非常熟悉 所以这方面我是被选派到那个岗位的 立马开始的 回归时边境的相关工作 曾采安提前四个月就开始部署 曾采安不停在内地和香港间奔波 做好香港与内地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 和香港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 1997年6月30日晚11点半 曾采安来到位于香港新界的文景都口岸 严阵一带 解放军驻港部队在一桥香港的深圳边界 症状待发 此时的曾采安已经顾不上兴奋和紧张 他一遍遍检查预想每一个步骤 本带历史重要时刻的到来 大概11点的时候晚上 我就跟所有的同僚对表 确定那个时差不能大于一秒 然后就约定用这个无线电频道 由我来下令 零时零分他们进来的时候 我就说换会帐 每一个同僚都准备另外一件 有特区警察警惠的徽章 立马换上去 还有呢 这个帽子 警帽的帽灰 就在口袋里面 是吧 一拿下拔出来 新的放上去 那就可以了 所以在一分钟之内 我们全个警区 军医千人全都换了 1997年7月1日临时整 解放军驻港部队从陆路 经三个口岸入境香港 大雨竹竹 立于车上的解放军全身湿透 却窥然不动 精神斗走 道路两旁挤满前来欢迎的香港市民 曾采安静默肃立 目送一辆辆运兵车 缓缓驶过 现在香港回归 历史上只有这一次 我是适逢其会 我是在这个岗位 在边界 能做一点点贡献的 这个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要好好保存 支持记忆 香港回归祖国时 曾采安已经43岁了 对他而言 香港回归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 使他终于拥有堂堂正正 说我是中国人的机会和自由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1975到78年 英国人问我 你是什么地方来 什么人 我说我是中国人 香港来的 他说不是 你不是中国人 我是不是中国人 是什么 香港人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我连说自己是中国人 别人都不给你智慧 但是现在 堂堂正正的说 我是中国人 所以这个感觉非常强烈的 我就对说我是中国人 这一句特别之好 转眼23年过去 面对如今被激进示威者 严重破坏的香港 曾采安称心痛且愤怒 他希望香港国安法通过后 可以为社会带来安稳 也相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 香港定能重现繁荣 光彩已久 我这里也想会让我智慧 是中国人 云内水 是中国人 那一本 stayed 云内水 是中国人 前几天 感谢观看